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一期的视频是一个恰饭视频 是一个评测视频 也是一个抽奖的视频 是这样的 前一段时间呢 我给印记做了一个 羚羊系列的三脚架的一个评测视频 我在那期视频中也讲到 他们给我送测产品的时候 是没有送这个云台 那我是自己在咸鱼上 自己花了七八百块钱 买了这样的一个云台 印记这边看到了我的这个视频之后 他们第一时间是联系了我 说是愿意给我再提供这样一个云台 来让我再做一个评测 那我第一时间其实是拒绝了 后来呢过了两天 我觉得吧 我已经有了这个云台 其实是没有必要再拿那个云台了 而且我在三脚架的视频中 已经简单的讲过这个云台了 后来呢过了两天 我觉得吧这个机会也挺难得的 我可以通过做一个评测视频 把这个云台拿到之后送给抽奖 送给真正观看我视频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需要观看我视频 而需要这个云台的朋友 所以说呢 这就是本期视频为什么会我会站在这里的原因啊 那这期视频呢是为大家而恰饭的 当然了能不能抽到这个几率 我觉得稍微有点低吧 但是在视频的后面我会给大家讲一下抽奖的一些要求啊 尽量能确保一个真正需要这个云台的朋友 然后观看我视频的朋友拿到这个云台 好我们进入第二个环节恰饭视频啊 就是评测这款云台 说真的这款云台其实真的挺好用的 我我这个真的挺好用 其实是哇 我这个真的挺好用 是跟之前那个王自如的那个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啊 当然我是真的觉得它哇 amazing 当然了这个云台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摄像的夜压云台 如果懂的这个朋友啊 他肯定是会了解到 呃非常棒的一个云台 夜压性能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样的 有这样一个夜压功能 你可以通过你的调整拍出来这种 非常顺滑的这种视频素材啊 当然了 呃 是之前那期视频我也讲过这个云台的一些 主要的一些功能和优点和缺点 那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它的一些使用场景吧 因为我前段时间呢 是拿到了知识的那个 三轴稳定器嘛 我就去拍了一期婚礼视频啊 我是全程用的那个 呃很好 可以拍到非常多有用的素材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中呢 是有这样一点的原因啊 哦不是说知识那边又不好用了 因为我的这个经常锻炼嘛 所以说其实拿着很好 但是整个一场下来 我的胳膊还是有一点累的啊 那另外那个电子三轴稳定器 它是受到这个电量啊 或者是它那个是非常娇弱的 因为在那个过程中 呃有两次我被人碰到啊 那个云台都立马就是说 基本上就碰到了 确实是呃会担心伤害到镜头 也伤害到这个云台嘛 毕竟是这种电子电子的云台 呃你在拍摄婚礼这种高强度啊 或者是复杂的环境的话 呃那种三轴稳定器的云台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做一个这种呃 多机位的其中一个机位啊 那这个如果你有了这个这个摄像云台的话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棒的呃 搭配 当然我如果要是我的话啊 我是不会把它用在这个三小架上的 如果你是多机位的话 你是可以有一个三小架固定机位拍摄 但是我平常拍的话呃 因为呃我不是职业拍的 就是偶尔去兼职去做一下的 所以说我更喜欢呃 以一个机动性比较高的话 能拍到更多的内容啊 呃我是非常建议大家 如果你搭配一个这样的ED 他们有一个独角架 再搭配这个云台的效果是非常的棒的 呃当然我是没有这个独角架的 呃我是准备买啊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拍婚礼也不多啊 用的可能不太多 所以说一直也是在纠结 呃前去年的时候吧 我有一段有一段时间拍婚礼是比较多的 我是想买那个的 但是后来也是没有买呃 但是我观看了一些在比较专业的那个时候 看有一个团队啊 他们在拍的时候就用到这个独角架 加这个摄像云台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轻便方便 和能拍出来顺滑素材的一个呃一套组合 你可以通过这个它那个独角架 可以拍出来很顺滑的这种移动的素材 当然也可以呃把它非常轻便的收起来 然后拿到另外一个地方来拍摄 机动性也比较高 而且它因为是这种没有电子结构嘛 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受到什么这样的损坏的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那另外呢 你们看到没有 我下面的这个呃这样的镜头 如果你上在这个三角五稳定器上的话 会是有限制的啊 三角五稳定器它的承重 我觉得最高的吧 也是大疆如影的那个3.6公斤 和直蓄的那个3.6公斤 呃而且你如果上一个长焦镜头的话 它是非常不太好调平的吧 所以说呢 它三角五稳定器其实也限制了你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呃 镜头的使用 那有了这个云台呢 你就可以接上任何的机器 任何的镜头来进行一个视频拍摄 非常的棒 ok呢 哦对还有一点呢 音机这边还有一个要求啊 就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来讲一下 音机最近在搞的这样一个创意摄影大赛呢 这个摄影大赛呢 呃每个月应该是都有奖品的 然后最后的大奖也是非常的丰富啊 有特别多的器材 大家可以关注 印记这边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那边也是有他们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报名 和他的一些要求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印记这个呃 这次的比赛 好了恰饭视频结束啊 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抽奖的环节吧 抽奖的环节可能我也要多说一点 因为前段时间有朋友在问我 哎我想快速增长一些粉丝啊 我要不要搞一些抽奖呢 其实这个嘛 我当时我跟他讲 我也是第一次抽奖 那就结合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这已经是第三次抽奖了 结合我这三次抽奖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抽奖的心得体会吧 呃我的第一次抽奖呢 是这样的 那个欧米恰吉的充电宝啊 呃我当时的订阅量是在29000 然后我抽了奖之后 呃我的订阅量就到了3万 然后奖一开完之后 然后我的订阅量又到了29000 然后我的第二次抽奖 我在抽奖之后啊 那段时间我的订阅量 涨得非常的快 然后就到了3万1 然后结束之后呢 抽奖结果一出来 然后我的订阅量又到了3万 其实呢 我是不太喜欢搞这个抽奖的 哎 他会给你一种这种 过山车式的感觉 就是说 抽奖 你通过抽奖来获得的订阅量 其实是不太 有效订阅量并不多啊 但是总体上来说 呃要比你平时的订阅量 增长的要快 这个要看你个人 你如果你的目标 是以订阅量为止的话 你就花钱吧 去来抽奖来砸你的订阅量 让你的订阅量 充充的往上涨 但是呃 我现在做视频的这种模式啊 呃 我是不希望 就是说有在太多的这种订阅量 而且我的 也没有这样的一些经济能力来支持 太多的抽奖送给大家 其实我自己在做这么题这么久 也其实并没有说多少的盈利嘛 但是因为喜欢嘛 一直在坚持这件事情 所以说很少有抽奖的机会 如果有抽奖的机会的话 我还是会给大家来抽奖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心是比较拒绝抽奖的 呵呵 那这期抽奖呢 我就结合上两次抽奖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啊 呃我是有这样的一些要求的啊 就是说我还是会在B站的动态来发一个动态 你们转发 然后 爱的好友就可以抽 获得抽奖 如果系统官方抽到你的这位朋友啊 是直接抽奖人的话 我会直接pass掉的 当然如果是观看我视频的朋友 嗯 是这样的 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你是需要在我的本期视频里面进行一个三连啊 这个是常规性的 最重要的是这个留言 这个留言呢 将会呃决定谁能拿到这个呃 这这期的印记的这个全新的K5的云台啊 是全新的啊 不是我用的这个二手的 我会把那个全新的给寄给你啊 呃 那这期呢 关键是这个留言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留言呢 就是说呃 我想了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什么建议啊 或者是对我呃 做视频的方向有什么好的看法 你可以在我的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如果你对这个印记的云台啊 印记的一些摄影器材设备 有什么意见 或者是好的建议 或者是使用感受 你都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啊 局限于呃 留言是在这两个方面 如果系统抽到的那个朋友 不满足这个留言啊 三连的这个要求的话 我将会从这个真正留言里面的 这个朋友来抽出这次的奖项 呃 希望能把这个东西送给真正需要的朋友 而不是说拿到了这个产品 他用不到 或者是他把它拿去给卖掉啊 所以说这期的抽奖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用心的去留一下盐的话 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几率拿到这个产品啊 OK呢 OK呢 今天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啊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